我想我们马来西亚分校 是希望能够在这样一个 非常关键的一个东南亚的中枢 交通的中枢这个地方 由于历史和地理形成的一种 多元文化的社会里边 来从多元文化当中受益 借助这样一个环境 能够帮助我们厦门大学 走向国际化 走向多元教育 这个我们这八年来的经验 我们觉得是非常有感触的 就是我们选择这个地方 是选择对了 我们来到这里得到天时地利人和 我们取得了初步的成功 这个当然要丈扬一下 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多元文化社会 它带来的一些竞争力上面的一些 特别的优势 我体会到第一点 这个地方的学生 培养出来以后 对于世界整个经济 世界的市场 具有更大的适应性和灵活性 因为它懂得多元的文化 知道更多的 掌握更多的语言 那么在一旦出现情况变化的时候 它就能够有更好的适应力 东方不亮 西方亮 这个生意 碰到问题 跑到另外一个地区 所以我们可以想象 在这个马来西亚 你可以有 因为英文 你可以通到英联邦的五十几个国家 因为伊斯兰的文明 你可以走到十几亿的穆斯林的国家 因为华文的这个教育 你可以通向中华文化圈 所以这个是我们 这个马来西亚办教育的一个 非常具有独特的优势 所以我在想一个问题 我们马来西亚分校 在马来西亚杂根 在别的国家 如果我们一样去办 能不能够办得跟现在一样好 我的回答是非常困难的 谢谢各位